大家好 我是多米多罗 我今天要來拯救台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我就是這個東山高中畢業的 你們看我還留有他們的聯絡簿 那麼其他東山高中畢業的還有阿滴英文還有阿神 加上我多米多罗三個人合稱東山高中三雍傑 然後我身為裡面最傑出的一個校友 我今天就要來拯救他們 那麼事情是這樣的 前幾天有個觀眾傳了一則新聞給我 那就是這個 台北市高中生談戀愛校方調閱監視器畫面開罰 然後裡面就寫台北市私立東山高中 被台灣青年民主協會踢爆 至今校歸人有不合時宜的敬愛令 舉凡異性牽手擁抱等 都會被校方寄過 甚至調閱監視器畫面科技執法 積極確保校園秩序不受危害 什麼什麼的 對陷入熱戀的小情侶們 採取的不是引導而是嚴懲 甚至還會調監視器輔助判決 根本是本末導致 我看了真的是很受不了耶 沒想到我畢業都已經過了六七年了 他們還在搞這個敬愛令 我記得我當時就有聽過不能在校園裡談戀愛 但是我不知道具體會有受什麼樣的懲罰 因為當時沒有人要跟我談戀愛 呵呵呵 但我覺得他們這樣把這個青少年少女的青春 他們就這樣硬生生的給禁止處罰 是非常的死骨不化 又不是在演羅密歐與朱莉葉 奇怪耶 雖然理性的我是這樣想的啦 但其實我心裡想的是 既然我無法在高中的時候 跟女高中談戀愛 享受青春 那你們也不要想 哈哈哈 不過我們還是要就事論事 這個我身為東山高中的優良 優良校友 我有義務要讓這個校園變得更好 所以我今天就把這件事攤在陽光下 他們真的很久以前就在搞這個 我希望東山高中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來 輔導年輕人的戀愛 還有關於東山高中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埋在心裡沒有講 就是我在東山高中就讀的時候 真的受到了很大的屈辱 這我今天就要提起勇氣把它講出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天那個上課鈴聲響 那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 然後老師就進來上課 然後他就開始弄一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這時候我就看到我的抽屜裡 有一個早餐吃到一半的麵包 我就覺得那個麵包很礙眼 我就把那個麵包拿起來 然後放到我椅子下面的空間裡面 然後這時候那個老師就看到了 他就說 多米多羅上課吃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就說我沒有吃東西啊 然後他就看著我 然後我也回看他 我們兩個大眼瞪小眼 然後過了一陣子之後他就說 上課吃東西就吃東西 還說謊 然後他就繼續上課 這時候我就受到了很大的欺慮 我就沒有吃東西啊 還說我說謊 我快受不了啊 真的是很奇怪耶 這件事情我一直銘記在心 我不會忘記當時受到的欺慮 那一天 人類想起來了 被困在鳥籠之中的欺慮 所以我希望那位老師可以好好的在心裡反省一下 那麼我想講的話都講完了 今天的影片 我忘記拯救東山高中了 東山高中 這新聞都爆出來了 你們已經無法再逃避了 但是沒關係 我已經幫你們想好了最佳的解決辦法 就是那個東山高中有很多那個女高中生嘛 那希望那東山高中可以邀我去那個校園 然後 跟那些女高中生玩那個扭扭樂 然後拍成影片 這樣大家都皆大歡喜了 怎麼樣這個提議蠻不錯的吧 那麼講了這麼多 我還是怕東山會來告我 所以我說我愛東山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再見